首先我很多謝主辦單位 還有很多謝各位朋友在星期五來到這裡 我通常不會用廣東話來做講座 第一次的其實就是莫拉綱議員叫我在立法會 因為我之前和香港大學都做了幾次講座 全部用英文的 如果你去到YouTube看 你可以看到簡直是用英文做的 但那次是委員叫我去 我就做了一個中文的講座 所以如果我有少許猶豫就不要見怪了 因為這個是研討會 我就想跟大家講五樣不同的東西 可能對媒體、對各位朋友都較為關心 而不是作一個講座的形式去討論 第一件事就是我在美國未回來香港之前 聽到的不同的誤解 其實聽上去都普遍有趣的 第一個就是支持打擊盜版就等於不支持以次創作 其實是兩回事來的 如果你可以想一下的話 大部分網民其實都不反對打擊盜版 但打擊盜版不等於不一定支持以次創作 我待會再討論一下 第二個較為有趣的就是 近來有一幅Hello Kitty的照片 那些人就說Hello Kitty其實沒事的 因為這個是商標 其實不是版權 但你想一下其實公仔裏面又有版權又有商標 可能還有設計權還有其他東西的 其實不是真的這麼簡單 你不可以一看就說我只看公仔 我就知道它是因為品牌 所以就是商標 而不是版權 第三個就是 我有授權就是創作 我在近期有個記者之內會 我聽到有位創作人就說 我有授權所以就是創作 那你的小學生作文就死了 你不一定有授權的 我們是不是要有授權才定到是創作呢 其實不是的 你可以有授權都不是創作 你也可以沒有授權 你也可以創作 就是這個不應該兩個混在一起 另外一個就是 我不可以串流打機 那我就可以沒有言論自由了 但其實你是否串流打機 一定可以保護到你有言論自由呢 就是我當然我批評版權界的 我也都覺得是 網民也都有小虛的言論 是可以令人有懷疑究竟是 是不是真還是假呢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國際公約寫到明 權就在版權人上 我搞了國際知識反權法這麼久 我看來看去的國際公約 都沒有寫說權在版權人上 寫的權在作者上 但是權在作者上 就不一定說權在版權人上 要看看作者有沒有授權給他 因為創作人是他創作的那件作品 之後如果他覺得是我想授權給版權人的 那權就去了版權人了 但是如果你說看國際公約 其實他沒有說一開始就在版權人那裏 那所以其實如果你聽下去 就有很多報道啊 很多討論啊 要是將不同的概念啊 不同的知識啊 混在一起 那就可以令到我們是頗難討論 那所以我就開始的時候想 就是舉幾個例子可以知道 究竟有幾個複雜 第二樣我想和大家討論的就是 這個版權問題的複雜性 那麼我們 例如去美心餅店 那你見到有那些 Angry Bird的蛋糕 就是我們不要說馬拉糕啊 其他東西啦 你看到是憤怒料的蛋糕 那你就覺得很有趣的 那你買回去吃 那吃完之後呢 還有幾件啊 你不如拍一張照片 告訴朋友 我看一下這個蛋糕有多有趣 那你如果從知識產權來怎麼研究呢 第一樣就是看一下它有什麼授權 如果授權的究竟是版權 商標設計權還是什麼呢 那麼我在現在討論的環節 就是根本上是講的是版權的 我們就正是專注在版權 第二樣我們要研究的究竟是 那個權是在芬蘭啊 因為那個芬蘭是創作個人 還是在香港分銷啊 還是在其他地方呢 如果你放上互聯網呢 那你又牽涉到幾多個國家呢 第三個 就算我們如果是講版權的話 我們究竟是講什麼的權呢 我們是講是複製啊 分發啊 還是公眾傳播呢 就是如果 例如美心餅店 肯定它是會拿的權就是複製啦 因為如果它不可以製造蛋糕 它也會分發 因為它賣給人嘛 但它有沒有拿大眾傳播權呢 如果它沒有拿大眾傳播權的話 它是不是有能力去授權給你呢 這個就是純粹蛋糕的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你也要考慮就是 就算它有權去賣蛋糕的 你買了回來 你可不可以把照片放上去呢 那你把照片放上去 你牽涉了什麼的權 在版權制度裏面呢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就算你看一張照片 例如香港 如果是各為附帶的 在版權條例裏面 第四十條是可以所謂的incidental inclusion 如果你是拍一張照片 戴上附帶了 是有版權的作品呢 如果是因為附帶的性質 就不會是侵權 但如果你從版權律師的角度來看 就要看一張照片有多大 如果這張照片只是專注在蛋糕裏面 整張照片都是版權物呢 那就可能未必算是附帶了 因為你的專注是放在版權作品裏面 而不是放在其他東西 如果你專注在 例如人們在吃東西很開心 你拍到幾件蛋糕在那裡 就可以算是附帶了 因為你的集中力 其實不是放在版權作品裏面 而是集中力是放在吃蛋糕的人 這個也是頗重要的 另外一個重要的地方就是 如果我們想要授權 我們跟誰拿呢 我們究竟是跟香港的分枸拿 還是走去芬蘭跟別人討論 究竟我們怎樣可以拿到的權 在香港版權界 尤其是唱片業 電視業 電影業 已經說到我們不會告你 但他沒有這些權 他就算肯不告你的話 不等於芬蘭有權的那個不會告你的 他只能夠說你用我們的音樂作品 你用我們的電視作品 我們用我們的電影作品 我們不會告你 但如果你用蛋糕呢 因為我們沒有這些權 我沒有辦法可以授權給你 我就算不告你的話 別人要告你 你也沒有辦法 其實你全部加起來 你就看到是頗為一個複雜的情況 所以對於這個版權草案 就是很多爭議的 爭議的地方其實不是說你究竟打不打擊盜版 你知不支持自由 而是根本上是依律不同的法例裏面 不同的權 我們究竟怎樣處理 有幾大的豁免 有幾多的權系受到保護呢 這些全部是細節裏面 值得討論 再加上除了法例裏面 亦都很有爭取的地方 就是究竟你的執法 夠不夠公平 究竟我們是怎樣去解讀 這些都是同樣需要討論的問題 第三樣東西我想討論的 亦都會覺得對大家會有興趣 就是不同人事的策略 那個策略就是 首先講網民 網民其實他們想要不同的方案 其實最想要就是提高的門檻 所以等到你要告的話是難告一些 這個對他們來說其實是重要的 因為他們想要清晰 想知道我們如果提高的門檻 你很多情況都告不了 就算要告都應該是很貴的 所以你不會告 所以從網民的角度 這個很重要 亦都從網民的角度 亦都很重要的就是 他們有無論言論或者創作的自由 他們覺得這個是 如果我們做創作人的話 或者我們搞意志創作 我們需要有一定的自由 我們可以先製造作品 或者我們需要表達自己 我們需要批評政府 我們批評大眾事務 我們亦都需要有言論自由 我開始講到 所以從網民的角度來看 這兩件事很重要 對於版權擁有人 重要的地方就是 第一就是要門檻低 因為其實不是他想要門檻低 來告到你 他是想要門檻低 就是我要告你一定贏 其實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要性數高 如果我要告你一定贏的話 我們不需要花很多錢 花很多時間 第二就是減少律師費 如果你的門檻高的話 我們就算打得贏的話 我們都要出很多律師費 或者要舉很多證 我們要時間就要長 所以我們就想要門檻低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他們想要的 其實不是針對網民 我看報紙 看很多朋友討論的話 他們都很擔心 擔心其實是正常 但其實他們最需要的 就是想要中介平台付錢 但如果網民如果不會犯規 中介平台就不會付錢 所以這件事其實是頗為重要的 舉一個例子 例如YouTube YouTube的話 是一個中介平台 如果網民做的事 全部都不會算是侵犯版權 YouTube在做的事 也不會侵犯版權 他就很難跟YouTube 叫他和我們簽訂備忘錄 簽訂合約 對我們付一些板稅 我想有媒體的朋友 或者在座的朋友 也都覺得 那不是有個安全港的 那你既然是寫了安全港 有什麼理由YouTube再有事呢 其實最主要原因就是 YouTube有事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有收到廣告收入 如果你看回安全港 看回88B 88B講到明就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要在授權合理的步驟 以限制或揭紙有關侵權行為 舉個例子 如果你有User A 是上載了一個影片上去的 跟著 版權擁有的人 就發了一個notice 就說要take down 你的User A的影片 那他YouTube take down 之後 YouTube B 和 C 和 D 都再上載同樣的影片 如果你從版權條文裡面討論 究竟是 你take down YouTube User A的影片 算不算是限制或揭紙有關的版權行為呢 還是你一定要take down YouTube User B User C User D 或者其他相同的影片呢 其實這個在美國裡面都很有爭議 從中介平台的角度來看就是 你說叫我take down誰 我就take down誰 從版權角度就是 我跟你說了一次要take down這個影片 有其他的影片出現 你都要take down 你就要自己做你的policing filtering 問題從中介平台裡面來講就是 我就算肯做filtering 我肯做policing 費用也都非常昂貴 沒有理由是要他負擔所有的費用 所以如果你說只是看第一條文裡面 YouTube是否包括呢 其實是非常爭議的 第二個條文就說 沒有收取直接的財務利益 如果你是一些違法的影片 就可以令到增加廣告收入 你可以說到我沒有收取直接的財務利益 也都很難的 所以從版權的角度來講 就是一定要網民做的事情 算是侵權 他才可以跟他說YouTube 你是在grade area 所以你要付錢 你們可能有少許疑問就是 安全港是給誰呢 安全港其實是給ISP 如果你是網絡供應商 我是給你去有Internet access 我每個月收你多少錢呢 因為他沒有直接從你的行為 侵權行為 而是賺多多錢 所以他就不會受不到安全港的保護 但如果你是因為你有直接財務利益的關係 有很多中介平台 其實都不可以在這個條例裡面 安全港受到保障 政府的態度就是既然網民和版權有的人 大家一個想要門檻高 第二個又想要門檻低 那他就要作為取捨 究竟我們怎樣可以做 才可以做到平衡兩邊 但是從政府來講 始終困難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的部門是負責商務和經濟發展的 那你當然是從商來看的 因為你始終覺得你自己的任務 就是負責商務和經濟發展 而不是說照顧網民 這個是第二個部門 所以其實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就算是他覺得我們要平衡取捨 他也不可以忘記自己作為政府機構 我們應該是責任在哪裡 如果我們負責商務和經濟發展 我們當然想做商務和經濟發展 而不是說盡量去做社會福利或者其他東西 因為是完全第二個部門裏面 那麼在法例修改裏面的過程 亦都出現了三款不同的利益 第一款就是剛才講過的網絡供應商 ISP 他們就純粹是因為我只是給你一個傳播渠道 我每個月收你多少錢 所以我不應該有需要特定的負責任 所以國安全港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可以令到很多網絡供應商 如果是有侵權行為 他只要take down 那就可以不需要有法律制限了 第二款的利益 就是剛才講的社交網站 中介平台 那類就較為複雜 因為他有收到金錢的利益 如果有收到金錢利益 安全港包不包呢 就視乎你看究竟你是 歡義的解讀 還是狹義的解讀 如果你說歡義的解讀 可能包括 狹義的解讀 如果你說狹義的解讀 就不包的 從版權商在外國的經驗 他覺得是不包的 如果從 ISP的角度來講 他覺得是包在這裏 所以如果你說在美國 或者其他地方 亦都有不同的官司 在討論安全港 究竟安全港有多大呢 對於如果你有收錢 究竟是包還是不包呢 現時政府的草案 其實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 第三樣就是創作人 正常來說 創作人其實是跟版權擁有的人 同一陣線 但是近來你發現 創作人未必一定跟版權擁有的人 是同一陣線的 一個好例子就是Spotify Spotify 很多人可以聽歌 他們就覺得是說 這樣你就給不足夠的版稅 或者有侵權行為 那就對版權擁有的人 和創作人是很不公平的 但是他們忘記最好的地方 就是 版權擁有的人 是佔Spotify的18%股權 所以就算你是有侵權行為 他如果賣了股份 他都有機會在那18%可以賺回來的 創作人就覺得 你看這邊就說是侵權 所以給少點我們的版稅 那邊就有股權 如果你是成功的話 你賣了他 你就可以收到錢 我們就無論左邊右邊 我們都收不到錢 所以創作人 就越來越開始覺得 這個制度其實是不太合理的 因為左邊就說是侵權 所以你收不到錢 右邊就是因為 那些股票是我的 不是你的 我賣了當然是我自己的 不會跟你分分 那你就無論左邊右邊 都是令到別人用了他的作品 而他是收不到錢 所以這個是一個好例子 創作人 都未必一定是和版權擁有的人 是同一陣線的 第四樣我想跟你說 就是我覺得是需要對不同的概念 有適當的區別 第一個就是剛才講過的 就是打擊版權和二次創作 兩回事來的 所以我看到例如說 版權擁有的人 是整班開記者招會 每個人都舉 尤其是第一次 不成功的記者招會 每個人都舉了張紙 寫到明說打擊 盜版的 但你想想其實 網民都支持打擊盜版的 不是一定 每個人都說 是不支持打擊盜版的 只不過他在說 他是想要二次創作 而不是說他想要盜版 我覺得兩個其實是要分開的 因為其實 由盜版去到侵權 去到二次創作 其實是很有分別 盜版所謂的paratic copy 就是整隻抄下去 就是以前的所謂的老番 侵權就是可能你是 版權上裡面有問題 我未必一定做老番 但我都可能會侵到你的權 然後二次創作就是 我用了你那些東西 來製造新的東西 這個是一個灰色地帶 從版權擁有人的角度來講 這個就是侵權 從網民的角度 這個就是創作 所以如果你三個不同的概念 其實我們不應該混在一起 如果你說看大部分的國際公約 討論的其實是盜版 最主要就是 你如果有一個paratic copy 例如你在街上賣老番 或者你在網上傳播 那個paratic copy of那個movie 那就是可不可遮 但其實他不去到 所謂的侵權行為 corporate infringement裡面 因為corporate infringement裡面 其實頗為複雜 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範疇 不同的豁免 跟著到最後二次創作 就較為一種新的創作 就在大部分的法例和公約裡面 都仍在討論之中 第二樣的概念 我覺得對你們非常重要 就是 寬義的解讀和俠義的解讀 如果你是從法例來講 你作出俠義的解讀 而你的豁免也作出俠義的解讀 所謂的never reading 根本上是沒有衝突的 但如果權是作出是寬義的解讀 而豁免是作出俠義的解讀 那你的版權制度就會是傾斜了在版權擁有人的一邊 因為你的權就去到很盡 而你的豁免就去到很窄 如果你反過來來說 那個豁免是去到很盡 是寬義的解讀 那個權來講 就是做到俠義的解讀 那就傾斜了在網民那邊 因為你的豁免是做到很闊的 而你的版權和英文權很窄 問題就是 我們無論仔細去研究法律條文 我們都沒有可能知道 你是執法的人士 究竟是寬義的解讀 還是俠義的解讀 所以根本上是我們很多討論的時間 都放在這裏究竟說 我們對政府信不信任 我們對執法機關信不信任 因為根本上是你的法律條文 沒有寫明究竟他會執法的時候 是一個寬義的解讀 還是一個俠義的解讀 如果他是從豁免來講 寬義的解讀 那網民就受到保護 如果從豁免來講 只是做過俠義的解讀 那網民就受不到保護 所以根本上我們講來講去 這個草案就已經是包括了 如果你從寬義的解讀 當然是包括了 但如果從俠義的解讀 那就不包括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去閱讀條文是頗為重要的 第三樣的概念 我覺得是要分開的 就是不會告和告不到 這是兩回事 很多時候版權擁有人 是說的 或者政府說的就是 我們不會告你 但是不會告和告不到的兩回事 我解釋給你聽 如果你不會告的話 現時不會告不等於將來不會告 將來如果他覺得 例如說經濟情況不同 或者是有新的科技 我就不會告 因為你告到 只不過我們暫時不會告 但如果從立法的角度也很有問題 為什麼我們弄一條法律出來 是要視乎私人決定告不告你呢 你才可以叫做合法呢 就是我覺得從一個法律工作者來說 我覺得是頗有問題的 因為你立法的話就應該決定 你究竟有犯法還是沒有犯法 你不應該說 如果你私人決定你沒有犯法 你就沒有犯法 我們為什麼要講法律呢 為什麼不直接由私人決定你有沒有犯法呢 所以大家討論的話 我們通常集中注意的就是 其實是告不到的那裡 因為我們就決定究竟這個是 法律包含還是不包含 而不是說我們會不會告 因為如果我們不會告的話 將來你也可以會告的 這是我普遍重要的 最後一樣就是不想要和行不通 這個也是政府經常說 其實他經常說行不通 但你根本上其他國家已經在行 你不可能說是行不通 只不過你不想要 如果你跟我說 因為行不通我不想要我接受 但如果你其他國家都行得通的話 你不想要的就說別人行不通 那就覺得頗有問題了 例如說無論提到國際公約 還是說其他國家行不通 根本上就是 我覺得有少許是借口來的 因為其他國家已經是行得到的 如果你不想要 你就直接說我不想要 大眾還可以問你說 為什麼你不想要 你可以解釋到什麼 但如果你經常說行不通 很多大眾就說 我可能真的行不通 但你看看其他國家其實行得通 那就頗有問題 所以這些我覺得是較為重要的區別 最後一樣我想跟你說 就是公平使用和公平處理 因為近日報章和近日辯論 都很多人討論的 政府也都出了一個爛人包 就說分別兩個究竟有什麼不同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他們的比較其實是不適合的 他們將公平處理和公平使用 是兩個作出比較 你隨便要一個 但其實如果你看看修正方案 其實不是說你隨便要一個 可以兩個都要完 我們不需要選擇公平處理還是公平使用 好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是一個包底式 公平使用作為其他的豁免 那你就可以現時有那四個豁免 再加身家那六個豁免 再加公平使用的豁免 那麼十一個都在那裡 我們不一定要選擇公平處理還是公平使用 兩個都可以同樣在那裡 所以如果你說 如果我們要公平使用的話 我們就放棄公平處理 其實這個是不對的 因為網民或者是議員去修正 其實他們沒有說 我要取替現有的公平處理 只不過我想加一個公平使用 作為包底式可以囊括到 我們在現有豁免包不到的地方 第二個就是 討論究竟我們香港應該跟英式 不應該跟美式 但你其實看法例的話 公平處理在香港 其實根本是英式又有 美式又有 他們在討論的就是說 在英國就是公平處理 我們就是很清晰的 我們講到明是有什麼 是可以公平處理 你一看條條文就可以知道 究竟你會不會受到公平處理 但你去看真實的條文 公平處理裡面 也都加入了 是美國公平使用的 四個不同的因素 你要考慮四個不同的因素 所以其實來講 你不可以說 香港是公平處理 但是不是公平使用 因為如果你是看英國法例 英國法例就是公平處理 不會包括四個因素在那裡 但如果你看香港法例 就是公平處理裡面 是包了四個公平使用的因素裡面 為什麼會香港這樣做呢 因為香港是一向都是抄英國法例 但也都受到美國的商界 和政府的非常多的壓力 所以就是既然我們受到美國的壓力 我們不如抄了美國的例下去 既然抄了下去的話 現時香港的法例 就是 38條 41A和54A 都有四個公平使用的因素裡面 是決定究竟是否算公平處理 就算現在說 身家的豁免 例如說氣房那些 你看回條文 都有公平使用的因素裡面 所以其實如果你看回條文 是不是真的這麼公平處理 而不是公平使用呢 其實是分不到的 因為你看到是氣房之後 你就仍然要用公平使用裡面 那四個因素來決定 我給你們一個例子 如果在美國公平使用裡面 不要說美國還是英國 如果是那四個因素裡面 是你不會可以當是公平使用 或者公平處理的 從香港法例來看 你第一件事看就是 究竟會不會是氣房 如果是氣房之後 因為那四個因素 都不會是公平處理 所以就算氣房裡面的豁免 都不會包括 你都是不能做的 因為你就算是氣房 你都不符合那四個因素 所以你都是不能做的 在美國來看 如果你是因為四個因素 不能做的 都同樣的情況 所以這個 outcome 是兩個一模一樣 如果你做這件事是氣房 但是因為四個因素 不符合 那你就是不能做的 無論在美國不能做的 還是英國 都是不能做的 但是假設 如果你在美國 是根據四個因素裡面 是可以做的 但是不是氣房 香港就不能做的 因為香港不是氣房 所以你就不可以在這個豁免裡面 包括 但是在美國就可以了 因為它是四個因素裡面 是經過了之後 是可以做的 那你香港因為不是氣房 所以不能做的 如果你說從兩個 這樣的例子來看在一起 你可以見到 在美國就是我要看四個因素 香港我就要看完四個因素 我們都還要看你究竟是否符合那十樣的豁免 如果不是那十樣的豁免 就算那四個因素 是可以做的 你都不能做的 當然那個反駁就是 我們在香港其實 我們看了十樣的豁免 先看那四個因素 但是你從比較的角度來看 兩個的結果一模一樣 如果美國是不能做的 那香港也是不能做的 但是如果美國做得 但是不是包括在十個官面裡面 香港也是不能做的 所以在澳洲他們在考慮 我們究竟用公平處理 還是公平使用 其中一個的報告 是較為有趣的 就是說 其實你想要清晰 什麼都不能做的 就是最清晰的 如果你是看 每樣東西都不能做的 那當然是清晰 大家都知道不能做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說 要說究竟清不清晰 你就要說 究竟是對哪個人 清不清晰呢 究竟是對網民清晰 還是對版權擁有的人清晰 還是對中介平台清晰 還是對其他人清晰 你只是說清晰 其實我不覺得可以 所以是討論了公平使用的問題 最後想說 近日討論了公平使用 有八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確切性 我剛剛討論過 究竟你清晰是對哪個人清晰 還是對網民 版權擁有的人清晰 第二個就是沒有案例 香港在現有的四個公平處理裡面 已經有四個因素 已經是囊括在裡面 我們都還沒有案例 為什麼突然間是說 轉了公平使用 我們會多很多案例呢 其實是很值得懷疑的 因為我們討論就說 公平使用 如果你交下去 因為有四個 就會不清晰 又會多很多案例 但是香港現時法例裡面 已經有那四個因素 在裡面 為什麼我們仍然是沒有案例呢 這個是值得考慮的 第三個就是 比美國保障多 這個其實就是 我覺得是要視乎 訴訟文化 就是看他們會不會是 說怎樣去決定 或者美國的法庭 剛才我講過 那四個因素根本一模一樣 美國的決定是 你可以在那四個因素 裡面不能做的 這裡可能決定會不同 那這裡就保障多些 但是如果美國決定是 你那四個因素是做到的 這裡決定到的 你那四個因素是不能做的 無論你是 fair dealing 還是 fair use 的話 根本上那四個因素 一模一樣 所以不可以說多了四個因素 就會說 我們會比美國保障多些 根本上是四個因素 根本一模一樣 另外引起訴訟 也都是要視乎你的國家 例如你說紐西亞人 不喜歡是訴訟的 你就算放 fair use 下去 我相信他都不會有很多訴訟 如果你說在美國來講 喜歡訴訟的 就算放 fair dealing 下去 用同樣的四個因素 一樣會有很多訴訟 所以根本上你不可以說 純粹是 究竟是 fair use 還是 fair dealing 就可以決定 你有更多訴訟 第五個就是 美國不讓英國好 這個說下去就容易 但是你看一下 英國政府出錢的研究 每個人都說要轉 無論是Galas Review Hagris Review 每個人都說我們應該要這樣轉 他就說 在政治角度來講 我們不覺得轉不到 因為英國已經加入歐盟 那是法國 德國其他的 在文化上面的國家 可能會對這個開放式 作出反對 但其實不是說英國裡面不適合 只不過是英國因為是歐盟的國家 所以很難在政治情況下做到 如果你說看產業 Google Hollywood Facebook 各樣都在美國是非常之成功的 根據實際的例子 你很難說是 美國一定不讓英國好 因為你可以看的話 無論產業 數碼科技 還是其他各類與版權有關的 似乎都頗為成功 那我覺得是值得考慮 跟著也有很多人說 是公平處理就多國使用了 公平使用就不是很多個國家使用 但你不要忘記 多國使用 舉的例子全部都是英國以前的屬土 無論是英國 加拿大 澳洲 紐西蘭 個個都是英國的殖民地 如果以前是殖民地的 你一定要用英國法例的 你不可以根本上是用其他法例 基本上是沒有得選擇 你一定要用英國法例 所以如果你跟我說 你說 如果很多國家都用這個法例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這個是歷史遺留下例的發展 因為你個個國家都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 所以他就要用英國法例 然後還有一個討論的就是 如果我們用公平處理就沒有什麼爭議了 既然你搞到現在的樣子都沒有什麼爭議 如果是沒有什麼爭議 我們就不會在這裏 我覺得是非常無稽 你可以走出來說 根本上如果你用這個就沒有什麼爭議了 我們又開了這兩三日會 跟著又有不同的情況發生 都是沒有爭議的 其實根本上說不通 所以總括來說 是可以值得考慮 究竟是公平使用 究竟是有多大的問題 而跟公平處理比較 是否公平處理又真的好很多 我想我在這裡停 好 謝謝